自从煎饼侠上映之后呢 柳妍的人气可是蹭蹭蹭地往上涨啊 随着该片的票房是突破了11亿 她还被关上了11亿女王的称号 不过呢最近她又多了一个头衔 因为入股了某珠宝品牌 很多人还叫她了刘总 人头攒动 围观人群拍照不断 这样的场面对于柳妍来说 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瞧瞧这打扮着姿势 这笑容全都是静在掌握的架势嘛 但要说到升级做老板 柳妍还是有那么些许的不适应 光是刘总这个称号 就让她郁闷了好一阵子呢 我总觉得刘总谁啊 然后司机小伙伴们就笑了 就他们就是迷之微笑 然后我们就是几个人面面相去 说刘总是谁 因为我老以为是刘 就是闻刀刘 就没想到刘 自从电影煎饼侠热映来 柳妍的人气高涨了不少 该片更是已超过11亿的票房 帮柳妍夺得了11亿女王的称号 如果你想要问 这些影响力对柳妍来说 有什么样的意义 毫无疑问 那就是身价的大涨咯 商演价是真涨了 真涨了 你看经纪人真的点头 商演价涨了 不至于我商演价本来就高 再翻倍就完蛋了 呸呸呸 期待着下次可以翻倍 按照行情 柳妍的活动单场出场费 在45万左右 代言费为200万 即便没有翻倍 账幅也是十分可观的 而就在今年 柳妍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为的就是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不过柳妍坦言 自己是个非常严厉的人 做了老板 也是属于高压型的 我自己今年成立了工作室 我对下面的小朋友非常严厉 严厉的指责是肯定有的 所以我要真的是一个boss的话 应该是个挺冷血的女boss 就是底下的员工都会觉得 我更年期早到的女boss 最终 经历再线 深圳报道